这部电影被无数人解说过 每个看过电影的人都直呼 申疑 申疑 他创造了无数经典的梗 到今天依然被很多人津津乐道 甚至制片人马克也参与到电影中来 你是个孩子 随 不随 出来 这些让人记忆深刻的片段 带有浓烈的姜文风格 很多人在第一次看的时候都直呼看不懂 但依旧抵挡不住这部电影特有的魅力 忍不住二刷三刷无数次刷 而姜文作为导演和编剧 在《让子弹飞》中掺杂了许多死祸 从以前的《太阳照常升起》 和《阳光灿烂的日子》 这两部作品可以看出 姜文不是一个希望 自己电影能被大多数人轻易看懂的导演 所以这部《让子弹飞》也注定会让人看得云里雾里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部电影到底在什么 以及姜文在里面埋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东西 电影开头背景音乐是李淑涂的宋爷 这首歌与结尾有相互呼应 到底呼应了什么 等结尾再说 黑幕中的八个大字 点名故事发生时间 随之而来的是六子硕在的后脑 他明显是在听火车的动静 然而等背后传来鸣笛声才知道自己听错了方向 一入眼帘的是石匹白马 拉着火车在铁轨上飞驰 很多人感觉这一幕很荒诞 但在历史上这是真实发生过的 1881年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唐须铁路建成 但真气机不足以带动车厢 所以采用了短途运输 利用真气机牵引 加马匹不足动力的方式运行 回到电影中 葛优扮演马邦德 刘嘉玲扮演夫人 冯小刚客串汤诗也 正在吃着火锅唱着歌 往康城方向走马上任搜刮百姓 这里明显是改了词 剧组为了对应当下的场景 把原词惊霄别梦寒 改为西洋山外山 这段可以看出马县长 强头草的性格 汤诗也在夸他时明显笑得很开心 夫人批评后立马改口 利马山西气干事 汤诗也 明显马县长是以夫人为主心股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买官的钱是夫人凑给他的 这里有个很小的细节 背后的汤诗也真的偷亲夫人 铁穴十八星 铁穴十八星是武昌起以后 革命军的军队称呼 后中山先生建立中华民国时掩用 一直到北洋政府还继续使用 后来马县长在面对麻子时说过 这些人是他花钱过来的 可见北洋政府之腐败 映射了当时混乱的战居 和人吃人的社会损失 此时外面突然传来天 以张麻子为首的马匪开始截火车 没打中 子弹飞一会儿 白马将神断了四散而逃 马匪把斧头固定在铁轨上 火车轮撞到斧头后应声而飞 随之而来的是车毁人亡 钱藏在哪儿了 说出来 脑中想着钱说不出来 脑子搬家 哭 哭也算实交 经过一阵混乱 现在整车人只有马县长和夫人活了下来 马帮德为了保命 谎称自己是汤侍爷 只要上任了 就可以搜刮百姓钱财 很明显张麻子对此感兴趣 别借别借 别借 别借 闺女我懂 看着你的脸我就活不成 你把我放了 我上任而成 挣了钱都给你 都给你 弟兄们结回到 一分钱都没捞着 不合适吧 不合适 你看了我一眼 小命就丢了也不合适 更不合适 马子提出那些淹死的兄弟给他用用 随后领着兄弟们上任鹅城 途中汤侍爷想溜 还是被抓了回来 师爷 当县长最要紧的是什么 忍耐 上有七男霸女的买办阶级 下是穷苦大众 自己想要做出一番事业 马子清楚必须得忍耐 来到鹅城门口 上面贴满了张麻子的通缉令 但明显和真人不像 鹅城一霸黄四郎可不是傻子 贴不是麻子的通缉令有何用处 要么就是他不在乎张麻子到底是谁 要么就是通缉力上的假麻子是自己人 结合后面的剧情 黄四郎说自己的货大多被麻子截了去 张麻子很清楚自己没截过他的东西 那么结合的假麻子就是黄四郎自己的人 为的就是私吞刘统领的货 此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欢迎队伍吸引过去 都说江文拍自己老婆的水平是一流 周应在江文电影里出现过很多次 他这次扮演的花姐 明显和其他敲鼓的日本女演员差别很大 一个神色功灵 眼睛带有灵气 其他的就好像食堂大妈 不知道这是不是江文有意为之 随着一阵骚动 本片的反派黄四郎出现了 但没完全出现 他令管家胡万和团恋教头五日冲 戴了一顶帽子来迎接 作为难归一霸 他肯定看不起捞钱的现场 来者不善 你才是来者 麻子把代表黄四郎的帽子戴在马上 很明显是挑衅 你不过是我骑的畜生 霸气外露 找死 其中还有个有意思的点 黄四郎对自己的替身说 走出个虎虎身风 一日千里恍如隔世 其实这是黄四郎的人生轨迹 他作为最先开始的那批革命家 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虎虎身风 后面堕落成买半阶级 为了赚钱不择手段 的确是一日千里 而后被真正的革命者张麻子打败 庞大家业毁于一旦 那才真的是恍如隔世 随后麻子把汤氏爷雇来的死人再次枪毙一遍 为什么要枪毙麻匪 因为他们抢官车 结县长 枪毙他们 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 对抗官府之下场 县长来了 鹅城太平了 县长来了 青天就有了 这是麻子在立威 也是为对抗黄四郎打下基础 随后誓言说前几任县长 把鹅城的税收到一百年以后了 就是犀利2010年 这部电影上映时间正好是2010年 这里师爷和麻子的分歧就出来了 师爷还是买败阶级的思想 麻子则是想改变这一局面 师爷告诉他挣不了这个钱 要么归下来给黄四郎当狗 要么站着挣钱 就只能继续回山里当土匪 麻子不这么想 自己有权利还有枪 就是要站着把钱给挣了 这其实也是现实中江文内心的真实想法 他在拍电影时从来没有低声下气求过投资 全靠自己的财气吸引投资 当初英皇老板投资江文的太阳照常升起 因为是文艺片 所以赔得一干二净 但他从中看出了江文的财气 于是又在让子弹非诚投入了大笔资金 才让这部电影出现在观众眼前 马子说他要判案 是为了告诉百姓自己的实际想法 诗言说谁敢有冤 证明当地百姓一直被欺压 管理阶级蛇属一窝 露出来的冤蛊追着电小二到处乱跑 正好撞到五只冲身上 气得五只冲把卖凉粉的电小二痛打一顿 鼓声也吸引来了张麻子 科室来了一枕头 想断案就来了案子 敢说你不冤 跪下 这可是黄四郎的团恋教头跪不得 老的是光绪三十一年 皇上钦点的无拳 论官职比你官的 你应该给老子跪下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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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他妈的皇上 哪个皇上 我见过吗 这里明显是五只冲说谎 清朝在光绪二十七年的时候就下令 全面废止五科科举考试 不过身闻江文同父异母的弟弟 江武跪一跪哥哥也不过分 回到电影 麻子打了五只冲几十大板 这是为了告诉鹅城的百姓们 他来这里不是为了钱财 我来鹅城 只办三件事 公平 公平 还是他妈的 公平 这不仅仅是为了公平 同时也代表了要和黄四郎正面对抗 不准 鬼 这哪是打我的屁股 这明明是大您的脸 吃饼的黄四郎自然不肯罢休 他想了一个无比硬度的办法 妈子不是说要给鹅城百姓公平吗 那他就从这个方面下手 他恐吓威胁卖粉店小二去污蔑六子 六爷 你吃了两碗粉 只给了一碗钱 放屁 我就吃了一碗的粉 给了他一碗的钱 其实这个局对年轻气盛的六子 几乎就是个死局 讲查大堂内所有人都是黄四郎的手下 唯一能证明清白的店小二 早就被黄四郎收买 县长说来这里要给百姓公平 而县长的儿子带头不公平 所以现在六子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以死正清白 要么他爹张麻子的信誉毁于一段 很明显这是一个杀人诛心的招 六子很快找了道 他只能自裁掏出肚子里的粉 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但他清不清白重要吗 不重要 黄四郎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显然食言心里也清楚 及时势劝住了麻子 在众人祭奠六子的时候 麻子的手下明显不相信食言 但麻子有自己的想法 他不是来挣钱的 他要把黄四郎连根拔掉 本篇高潮之一的鸿门宴也来了 黄四郎在逼迫六子自杀后 还邀请麻子来家里做客 这是典型的杀人诛心 一心未才的食言露了马脚 胡言 胡言 正好借机把黄四郎也拢落过 咱们三个联手一起捞钱 麻子在听了他的话话 心里有了谱 大概率食言是独自见过黄四郎的 走 去会会你的新朋友